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成吉思汗西征的前后 蒙古国还对外进行了一系列征服战争 征服战争的结果 第一就是统一了中国 结束了中国分裂的局面 第二个就是征服和占领了很多 和中国本土距离遥远的地方 这就是世界帝国的形成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统一中国的过程和序剧 首先就是对京的征服 这个蒙古的征经的对京的征服 是从我们刚才上午讲 为京防守戒豪的汪古部 在投降了蒙古之后 那么告诉蒙古人 告诉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 这个经朝腐败和防御空虚的经过 而成吉思汗本人 我们讲的他曾经到山西去向京经过贡 见过京的一个重要的诸王 少卫王 但是后来成吉思汗听说 少卫王继承了王位 做了皇帝 做了京的皇帝 这个对成吉思汗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成吉思汗在见少卫王以后 对中原的这些人呢 有了一个具体的认识 他觉得少卫王不是一个 很了不得的人物 所以他自己讲 说过去以为 京国的皇帝 是天上的人做的 天子 想不到像少卫王这样的人 也能做大京国的皇帝 那我为什么不能做呢 这是对成吉思汗一个 非常的 一个直接的接触 以后得出来的结论 所以呢 当成吉思汗 知道京的边方非常空虚以后 成吉思汗 在一二一三年 在对西方进行征服之前 首先发动了对京的征服战争 一共进行了两次 蒙古军 进攻长城 那么京朝呢 率领重兵在长城上面防守 今天张家口附近的野狐狸 防卫被蒙古军攻破 京军这个厮杀 惨重 那么 然后京军下 这个 京的中都 就是 今天的北京 燕京 进发 蒙古军同时 还向山东 进攻 包围了 这个很多重要的城市 那么这样呢 京不能 在中都的守军 不能抵抵 那么京 就采取了一个 很屈辱的方法 向成吉思汗 交纳京营 并且 把京的一个女儿 公主 嫁给成吉思汗 换取了蒙古退兵 成吉思汗退兵以后 京呢 就感觉到离蒙古太近 燕京 就把首都 向南前 成吉思汗知道以后 认为京没有诚意 又第二次 发动了对京的进攻 不但进攻华北 还派军队 经过今天的河北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三海关 辽宁的赤峰 一直上去 占领了 这个京的老家 后方 今天中国的东北地区 迫使京 对蒙古称臣 这样呢 蒙古和京 原来蒙古为臣 京为君的身份 颠倒过来 那么 蒙古呢 也控制了 华北 大片的土地 在 游牧民族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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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庭 是在蒙古高原 但是他的国家里 西征之前 已经有了 大片的农耕区 有汉民 是在 这个 成吉思汗的控制之下 那么 那么成吉思汗在 向西 发动远征的时候 成吉思汗 派他的大将 穆华林 率了一些部队 继续对 京 进行进攻 所以他 始终没有停止 对京的进攻 我们前面讲到 西征 据这个 史书记载 跟随的 成吉思汗 西征的 一个 一个其他人 叫耶律出山 他写了 随行记 他说成吉思汗 在大雪山 在新都库斯山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神兽 头上长的一只脚 叫脚端 端正的端 那个脚端 突然对成吉思汗 口出人语 说句话来 说啊 不要杀戮太多 成吉思汗听从了 他的眷告 原来呢 成吉思汗准备 在扎兰 跳入印度河 逃跑的时候 成吉思汗希望 能够通过印度河 经过西藏 吐蕃 能够回到 蒙古高原 但是追击的军队 在扎兰丁 跳入印度河 蒙古的军队 也追过去 没有找到 正确的路 他们就回来了 所以呢 蒙古军 就从中亚 撤退了 回来的 时间是 1225年 那么这个所谓的 脚端 我估计 可能就是一种 犀牛吧 成吉思汗到了 这个 回到了我们新疆境内 就派出使征 使责西夏人 西夏 成吉思汗在西征之前 对西夏进攻过好几次 西夏人 也献了一个女 公主 一个女儿 要称臣 成吉思汗说 在我 进行西征的时候 你们 不发兵驻战 第二 我在西域的时候 你们和京 暗自交通 两个蜀国之间交通 密谋不轨 所以我要惩罚你们 他就对 西夏发动了进攻 那么这个时候 成吉思汗已经年过六十了 在一次狩猎的过境中间 从马上跌下来以后 受了内伤 所以他在西夏 很多城池被包围 最后在围攻西夏的首都 中兴府 就是今天的迎川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自己生命的晚年 但是成吉思汗是个非常有名的军事家 他对自己去世之前 为了保证蒙古国的长远的发展 他留下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遗策 第一 就是我死了以后 密不发丧 不能动摇军心 也不能告诉西夏 我去世 一直要达到西夏 都要维持 只有最进京的人 那些皇子 有这样的去世 第一点 第二点 像诸葛亮留下 这个景仰妙金里 他给他的孩子 留下了一个 什么样 最后消灭京的 一个策略 那么这样呢 就 这个 成吉思汗的 诸子就按照成吉思汗的移命 没有透露 成吉思汗去世的消息 继续对京 进行攻击 最后 对 对西夏 最后把西夏 给消灭了 西夏消灭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 京的北部的领土 已经上升了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 京只保留有很狭障的 黄河沿岸的 淮河两岸的土地 已经没有什么实力 宋呢 因为和京 常年的 是四周 曾经 灰青二帝 被京 陆略 送到东北 五国城去 所以宋对京 是恨之主 听说了蒙古 把京 夺取了这么多 从京 夺取了这么多土地 消灭了西夏 宋 也和蒙古交通 那么这就是成吉思汗 去世时候的基本性质 这个 我估计李志安教授 已经讲过了 就是这个 成吉思汗去世之前 他确定 他的第三个儿子 我和他来继承王位 那么由于这个 王位的继承问题 成吉思汗的 四个儿子 就是 这个 波尔提夫人生的 四个儿子 分成了两派 第一派 就是成吉思汗的 长子 祝赤 和他的第四个儿子 托雷 这两个是一派 祝赤 是长子 按照蒙古人的规矩 一个儿子成年了 如果你不是国王 不是君主的话 代代分给你的 一份牲口 你自己出去 分家另过 那么长子就 分有一部分土地 在今天的 俄尔其斯河 以西的地方 蒙古人 你马蹄能到什么地方 你到什么地方 以俄尔其斯河为介 所以祝赤 那么 跟他一伙的 就是成吉思汗 最小的孩子 第四个儿子 托雷 蒙古人的习惯呢 叫做幼子 首产 什么叫幼子首产呢 儿子长大一个分 一个出去 儿子长大一个分 都带走一部分 牲口 一部分帐篷 一部分布鸣 那么最小的这个儿子 跟父母亲就不分了 就等于是养老的 奉养的父母亲 最后父母亲死了 留下来的财产 全部都交给小儿子 那么这样呢 就是最早分出去的托雷 和最晚分出去的 这个幼子 最早的住持和托雷 两个人 结成没一伙 我们看到成吉思汗 在西征的过程中间 也总是跟第四个儿子 在一起 那么另外呢 就是第二个儿子 查克台和第三个儿子 戈克台 结成没一伙 结成戈克台 继承 这个王位 那么虽然双方有矛盾 但这个矛盾还没有到破裂的地步 因为这个王位 是由成吉思汗 下令 由沃克台来继承的 那么成吉思汗死了以后 按照成吉思汗的移命 密不发丧 继续进攻西下 这都是由成吉思汗的最小的儿子托雷 来负责主持的 所以托雷呢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身份 叫做监国 他不是君主 但他掌握实际的权力 那么经过其他大臣的劝戒 在托雷 监国两年以后 这个皇权 终于交到了 沃克台的手里 交到了老三的手里 老三 这个时候呢 他们进行了一个议论 怎么样继承这个附近的 这个遗志 两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第一个就是要消灭金 第二个就是要抓住 成吉思汗保多奇之族的 那么密尔奇的侯医 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任务 惊人当时已经压缩在黄河两岸 今天的开封 今天的上菜 就这样一个狭小的地方 他的西面是 今天的铜关 关东地区 东面在淮水流域和宋人对质 成吉思汗留下来的 灭金的遗策 我们讲的景能妙计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京 如果我们蒙古人要进攻京 我们一般从内蒙五个高原 经过今天的阿尔多斯 下到六盘山 今天陕北和宁夏甘肃交界的这个地方 到六盘山 然后经过关中 今天的陕西 关中平原 向东过铜关 但是成吉思汗已经预计到了 经朝的精兵猛将都在通关 我们要想攻破通关 到关东地区 那是非常困难的 死伤会非常大 怎么办呢 向宋借道 宋经是四周 我们就说 我们为了消灭经 从宋的领土把军队搬运到铜关的后方 到关东 今天的洛阳啊 今天南阳啊 这带地方 到这边去 那么这样呢 宋经是四周 宋一定会同意的 这样呢 我们迅速出现在敌人的后方 那么敌人发现我们出现在后方的时候 从铜关把军队往回撤 我们是以欲带牢 一定能够把精打败 这成吉思汗留下来的遗策 所以 这个沃寇台就按照这个遗策 派成吉思汗第四个儿子托雷 派消灭 华拉子摩 追击那个国王的 那个苏布台 就按这个遗策 从宋借道 迂回绕过了铜关 到达铜关的后方 到了关东地区 那么这个时候呢 金得到了情报 蒙古军队已经出现在金的后方 要开展对金的首都的进攻的时候 就有大批的金军 从铜关前线往东撤 来迎接蒙古 非常疲劳 正好那是龙东腊越 这个金的军队呢 穿着单薄的衣服 外面是披着铁甲 铁甲我们的冬天非常冷 到手到冻江都不能举弓刀的地步 蒙古兵 穿着辟谣 以欲待捞 所以很快的把金的 阻力全部消灭掉 最后 把金攻下来了 金朝最后的国王 金埃帝 封烧宫殿 自杀 他就把金消灭了 金兵 小时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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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